江苏电缆来说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比赛 几下的作用 缩短了更加刺激 一种打法 难度在这 能把两个人的优点融合在一块 同时能够演 和上空跟王林林配合 对于这两个小将来说要求上升 怕自己丢 所以就打的 我觉得精实状态在场上 不管你的队伍是前面是领先还是落后 只要你出场 能够起到一个 在场上能够有一种 然后场上的气氛死气沉沉的 我说敢怒不敢言 然后在场上很压抑 第一局王立琴 那就是说的国家队之间可以和里头 刘国良教练要求 他也是不存在的 嗯我们来看第二局 拉斜线得分 主要还是 但是真正奥运会的话 但是我想还没有运动员说那个真的到了那个境界 我可以随便 好我们接着来看比赛 你看这 我想一个是上 王立琴呢 他在这样一个密度 这样一个环境 王立琴呢 他有很很高的这个自制力 所以之前呢 也采访了他的俱乐部的老板 他的企业文化 就是乒乓文化 乒乓精神 能够很好的融入到他的企业文化 一个他也介绍 他经常也在北京 搞一些全民健身的一些乒乓球的比赛 打造成这个世界品牌的联赛 这儿呢 他在一个在世界锦标赛跟奥运会的 所以就是说的 职业化联赛跟世界型大赛两不误 现在马林和林晨还是 进来 二十多 三十多 所以上海对西敏捷教练叫了赞青 他第一局赢了 第二局10比5里先被对方推到10比9 还是推到10比9 我们现在还接到了一个消息 就是刚才尚昆的拍 这样毛泽筋上坤2比0 赢了这场双打 那么我们要等待体育局的人来测试上坤的拍子 我们看一下 这是最终的比赛结果和比分 谢谢大家